也有人想問 如果趨勢都會有什麼加息的話 明年的投資主題應該怎麼選擇 其實如果你說投資主題 我想那個板塊上面選擇 銀行股 我都要考慮了 就是剛才其實過去這幾次都有講過一下 就是中長期 我想銀行股是可以留意的 就是如果你是下年整年的部署 你有些銀行股 金融股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始終都有機會受惠到這個 可能加息的那個因素 甚至乎 始終本身它們營業能力上都比較穩定一些 我想這個是可以留意的板塊 而以來不要說是不是加息 其實反而我覺得下年 說真的對市況那個看法 其實我自己偏向看回樂觀的A股 因為其實你看到近期都很明顯地 特別這一季開始 外資流入A股是加快了很多 日日南水北上那個是很誇張的 我想最大的因素上說 雖然可能大家會覺得加息周期之下 你的錢都是回到美元 美元資產 美元強 來開升市場 但是這個想法不是說錯的 但是我想說一點就是 始終那些錢都要找一些東西配置去買 沒有理由只是死拿著現金 如果你說要找東西配置 要找一些標的時間 譬如比對起可能美股市場 A股市場 或者拿著債市來計算 你只是這三個東西來講 你覺得哪一方面 下年那個好市比較安全 我覺得A股其實是有一定的吸引性在這裏 因為一來他們本身的股值又比美股為之便宜 二來如果你在應對疫情 說真句 內地控制得還是很好的 還有經濟增長 雖然內地都可能有一個放慢的可能性 但是你論相對性來說 內地的經濟都是較其他國家或是穩健的 所以我想A股其實下年不要說是不是大升 像美股今年那樣強兩成 三成是升幅 但是我想要有一個比較不錯的表現 是有這個機率 所以在A股比較看得樂觀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下年的配置板塊來講 譬如一些券商股 我認為其實都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其實近期內地的券商都算強的 所以我想如果比我選一些所謂傳統性的板塊 我覺得券商銀行這些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些A股ETF會不會直接一點 當然也可以 但是這個就一樣 其實當然 如果你看好A股升 那像A股ETF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變相這些也不是一樣 又是一些比較中裁線可能分階段及留會好一點 是 CoreT Weapon CoreT 노력 K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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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T